好啊 好啊 不用排队咯 乖不多 不用排队啦 乖不多 原来如此 原来有原因的 不好吃 原来真的会炸姜咯 我的错啊 我说不会炸姜马上炸了 真的是 又要洗手了 Hello 大家好 我叫金米 欢迎回来我频道 宋干节就是泰国新年 脱水啊 非常的疯狂 真的感受到曼谷这个城市 非常有活力 年轻人非常多 是一个红利国家 那前两天那么激情 前三天啊 虽然我没有怎么玩啊 但是我的工作是奔赴泼水的第一现场 就算没有参与他们泼水 其实我有玩半天了 都感觉满足了 那明年的泼水节更期待啊 今年算是COVID这么多年来 玩的最奇迹的一年 上一次我是2018年玩了 所以到今天呢 就要好好休息 好好放松 也好久没有这样 一个人拿相机轻轻松松的去拍片 今天我朋友约去喝茶 去那个Tom Dim Sum 就是很有名的家 要排队接近一个小时的家点心店 去吃点心 好久没吃那家了 因为自从知道要排队半个小时以上 我就没有这个心去排队啊 今天刚好要放慢节奏去享受一下 原来这里有一家修车的店 晚些我把我的机车丢在这里 换个轮胎 刚好泼水节那一天轮胎烂掉了 就没有骑的情况下半夜烂掉了 所以他也提醒我泼水节不要骑啊 因为泼水节骑车真的好危险 泼水节他们就专门泼那些摩托cycle 哇 没想到他新店还有parking 真方便 然后今天和马来西亚朋友来吃Dimsum 好吗 大家好 大家好 原来旁边这座大楼呢 就是老的烟草局 是做烟草的哈 然后我们来到Tom Dimsum的新店了 哇 超级多人 而且很多local人哈 我不记得罗Q啊 DAMKUN 好了 原来不用排队 他们还是这么忙碌哈 哇 然后厨房也还是这样 这么多的蒸笼 也许今天还是送干节的假期啊 所以不用排队 那非常的幸运哈 以前好像15泰的哦 不记得了 这个是No.20 20 20在哪里 在这里 多少份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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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来的 1年来的 2年来的 2年来的 3年来的 老店的那些字 它都是 好留下来啦 还有前面的 3年来的 3年来的 要我们来的 这个萝卜糕 蒸的萝卜糕哈 这里萝卜糕蒸的 真材料 还有这个就小时候有吃的 好像 我忘记什么名字 但是里面是有个蛋黄鲜 咦 旁边这个是 什么呀 海鲜酥 煎堆 我们叫煎堆 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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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堆都好啦 好吃 好吃 没想到吃点参还有海鲜酱 叉烧肠是我们点错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大饱眼福 看看叉烧肠 还有虾糕 虾饺 这里虾饺 我带香港的朋友来吃的 就感觉 妈妈的 他说妈妈的 还有小笼包 这个真的这样 这个小笼包在泰国来说 数一数二的哈 结果是什么东西啊 给他走 这个是 修买 还有这个是 什么丸子 都是这样的东西啊 鱼丸 OK 那我们开吃 迫不及待了 第一次不排队吃 哇 嗯 还是这个味道 非常香萝卜味哈 还有一点点辣肠的感觉哦 还有这一叠叉烧肠 其实曼谷好少肠粉哦 有点软哈 但没关系 我就比较粗鲁 所以我要直接来干它 我不是直接来吃它 这个其实都是香港美的 香港美都是这样的 嗯 试一下这个 肠粉 叉烧肠 要吗 要啊 要啊 嗯 这种呢 你要当它瘦肉肠 因为它真的不能叫叉烧 因为这种肉是 我觉得就是泡了叉烧 叉烧酱的肉 但口感蛮不错咯 难得在曼谷吃到这么好吃的肠粉 嗯 嗯 广东人吃吧 要把酱油混得足够哈 酱油不能少 朋友说这个东西吃了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都想试一下 但是能 feel到这个皮 是 圆圆的 鲜虾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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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搞错了 哈哈哈 试一下鲜虾 没有加的 要不要蘸酱呢 我还是蘸个海鲜酱 学泰国人哈 就一档哈 就一档哈 皮有点厚 然后里面有虾啦 有冬菇啊 但沾着海上店就感觉吃到泰式了 皮应该沾一些酱油 不错 这是泰式的粉果哈 粉果 它是今天比较好吃 还有 还有蛮好吃的 要有朋友突然推荐在帮咸的一家海鲜 叫做 中文名叫富丰 那英文名叫做库安 库安 下次我一定要去 因为帮咸我常常去的 来看一下这个location 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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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门头还不错耶 看起来 好高级耶 好 下次我一定去 麻烦 给评价 都有4.8 4.8 好厉害 因为我吃到这里突然发现 咦怎么没有那个糯米鸡 糯米鸡 然后要来看看的菜 真的没有了 就没有以前那么丰富了 以前我记得在老店的时候 就另一番风味吧 可能是拍照 没有事顶上了 要突然觉得超级好吃 那今天呢 可能 嗯 可能我昨天玩的比较累吧 然后我们就先吃东西啦 喜欢那个小笼包 小笼包 嗯 嗯 一样有很多汁 那里面又很少 但是汁很多 皮有点厚 还是不错 皮很好 很好啊 小笼包的皮啊 对啊 很好啊 好了 这条饼 差不多了 很好啊 很好 不知道为什么 刚刚吃的那张饺子 一样的东西 皮也是很厚 试过就好了 但我觉得以前好点 越来越好 比较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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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比较多了 没错 这个东西我也蛮期待的 因为里面有个黄 蛋黄 谢谢啊 口味还行 这个里面没有黄 我记得以前里面有很多黄 对啊 我不知道它是被人收购了 还是随私走了 可能换了 换了 换了 对啊 对啊 以前咬这个是炸出来的 现在 没有的 不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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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都OK了 可以接受到 我们不是来踩场的 我们是讲真心话 是啊 我讲真心话 因为可能以前会被我的印象太好了 OK 但是 好啊好啊 不用排队了 乖不得了 不用排队了 乖不得了 原来如此 原来是有原因的 不好吃 原来真的会炸姜 是我多手了 我的错 我说不会炸姜马上炸了 真的是 又要洗手了 这个烧米你吃了吗 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一粒 哦 慢慢地 怎么会剩下两粒那么多 我们叫两龙 两龙 哦两龙 我的 但是我看到 这个好东西给你 好像有些 呃 怎么说呢 如果 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肯定可以吃了 好 我也吃了 是不是摆在床那里呢 有可能 是不是摇破了 哦 冷了 好 冷了 昨天是不是 星期一是不开门的 然后有些东西 同拜一没有开的 哦 所以这些东西应该冷多了一天 对吗 有可能 烧麦咱们海鲜尖 尤其是泰国吃法 嗯 嗯 太闪了 烧麦咱们 烧麦咱们 吃了 不如我们分享吧 刚好两粒 是啊 披图 中国茶 是不是我们口味提升了呢 为什么觉得 不是我想象中的麻辣糕 没有麻辣糕 它不弹的 这家餐厅就先拍到这里了 最后一口中国茶 还不错哈 刚刚吃那个汤底森 真的不是以前的汤底森 我说实话 以前的汤底森 我是吃了还想再吃 我女朋友也吃了 她吃了还想回头再吃 那这一次呢 是我第一次在新店 试一番的味道 除了皮比较厚一点 然后老板依然是那个老板 她还是很低调先虚的 跟我们就是打个招呼啊 这样子 我觉得 真的 口味很重要哈 但是这边的service 还有环境好很多 坐下来吃一点都不热 很适合我们这种常住在泰国 然后又非常想念 墙粉啊 想念一些 小点心啊的味道哈 不过那个糯米鸡 我是最想念的 可惜没有 但没关系哈 我们下一个地点 就是去一家很漂亮的咖啡 叫做 Mombo Studio and Cafe OK 那个咖啡呢 是我们在一年前 就已经有跟他们打个招呼 说很漂亮 想去拍一下 然后今天隔时隔一年了 终于有机会去了 因为刚好我们在Lama 3这一区 这一区我们很少来 所以我们今天就趁着不塞车 趁着假期不塞车 我们都过来这边 顺便去看看那家咖啡怎样子 等一下拍给大家看 还真的好塞 现在来到这家咖啡叫做 Mombo Studio and Cafe Mombo Studio and Cafe 前面见了这么大的parking 厉害 这里还有个拍照的地方 还有一个有版权的音乐 刚开进来就觉得空间非常的大 非常的广 而且这个配色我蛮喜欢的 橘色配灰色 这些背景墙非常适合拍照 原来这里真的是个影棚 你看换衣服的地方都有的 所以他们应该提供一些拍摄 场地出租的服务 厉害厉害 OK 大家可以吧 但是他推荐这个叫做 珍珠奶茶 还有还有你 还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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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匹苏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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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苏打吗 嗯 茶匹苏打叫软 叫条 烟 烟 然后 我要喝咖啡的 其实他们的设计真的蛮漂亮的 好 你干嘛都行 可以开会 可以拍照 可以 反正就是 相当于租了包的厂 好便宜哦 500泰铢而已哦 有免费停车 对啊 哈哈 很不错哈 这个位置和店名啊 我都会学了出来 哎 真的坐下来好舒服 然后 感觉到这里 感觉整个空间的自己的 然后包厂的感觉哈 但真的包厂也不贵 500泰铢三个小时 刚好这里是CVD洗龙还有SATON附近哦 他们这边可以作为一个工作室 开会啊 那些 包厂 甚至我觉得啊 做一些生日派对都不错哈 而且很多摄影的工具 这是他们推荐的 嗯 陶子茶 Soda Cappuccino Yen 啊 I need Cappuccino Yen Cappuccino 是 还有这杯那么有趣的 就是Mokka 热的 那都是玩奶 这个橘子茶 啊 不对 桃子茶 哇 OK Sugar Butter Cup Sugar Butter Plan Butter 哦 Plan Butter 哇 看起来不错哦 这个 那就当我们的饭后甜品 饭后下午茶啦 现在是 好 开吃 还有这么漂亮的华蜂饼 这个应该是 Butter Sugar 嗯 都脆了哦 你洗好了 脆的 好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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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陪我分享下午茶哈 哦 然后必须要试一下花蜂饼 脆的哈 然后泡一下 然后必须要试一下花蜂饼 脆的哈 然后泡一下 摩卡 上碰的哈 原来它卖点 那杯东西我没有点 所以我们就再额打一杯 我总是觉得 这个空地可以很多利用价值 果然哈 你看这些 做Ban啊 还有这个是婚礼哈 你看可以做婚礼 另外这一个就是 咦 它有舞台耶 它楼上是不是有个舞台 这一杯就是豆浆奶茶 包Sugar 下面那个珍珠还热的耶 哇 这个底下的珍珠还是热的 对的 哈哈 是这样的 OK 我们试一下这个 这杯真是他们最推荐的了 首先它是豆奶酒的 有Caramel 有Baba 这里饮品确实蛮特别的 这杯东西要跟珍珠一起吸的话 它的风味很独特 可以试一下 可以来这里包场也不错 毕竟这个价格非常便宜 500泰铢3个小时去哪里找 这个location我会放在资讯人这里 这支影片我们就分享了这么多 算是一个轻轻松松的影片了 但是拍完影片之后呢 我就要回家打扫卫生了 好累啊 前几天我都没时间打扫 今天回去打扫的话 又扫又拖 又浪费一个多小时 所以这么忙碌生活呢 真的要找一些时间放松 感谢大家陪我一大早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